他与妻子相依为命了整整50年 可谁知对方却走在了自己的前面 因此受不了打击的男人便也有了轻生的想法 但好在儿女们很快就发现了男人的异常 于是无论如何也要拉着他去野外散心 为了不让儿女们担心 男人也只能表现出开心来配合他们 可谁知就在一家人正拍照的时候 他却突然发现不远处有什么东西 仔细一看似乎有一个穿着白衣的女人 他以为是不是自己眼花了 于是便再次看了过去 结果这次确实没了人影 看来真的是自己看错了 到了晚上男人早早的就躺在了床上 可由于对妻子的思念 他无论如何也睡不着 可谁知就在这时 窗外却响起了一阵女人的声音 结果等他拉开窗帘一看 早上躲在树后的那个白衣女人 居然又出现了 而这时他开始怀疑 难不成是自己死去的妻子来看自己了 他赶紧打开窗户想要叫住对方 可谁知对方听见自己的呼唤后 反而一声不吭的就离开了 眼见妻子就要消失不见 男人来不及穿鞋就追了出去 然而刚跑几步 男人却从睡梦中惊醒了过来 原来刚刚所发生的一切 都只是一场梦了 男人失望极了 可就在这时 他似乎感觉到了什么 等他拉开被子一看 自己的脚底板上居然真的沾着泥巴 直到这时他才终于确定 原来妻子是真的回来看自己了 于是一整个下午 他都坐在屋里等待妻子的出现 谁知就在要天黑的时候 窗外又传来了一阵动静 男人赶紧打开窗帘一看 果然是妻子在不远处的林子里等着他 男人开心极了 他知道这是妻子放不下自己 于是二话没说就追了过去 可谁知刚一出来 他又发现妻子准备离开了 男人不想错过这次见面的机会 于是想都没想就追了上去 可奇怪的是 直到走出了这片林子 出现在他面前的 却只有一片池塘 他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难不成之前所看到的一切 都是自己思念过度产生的幻觉吗 男人不甘心 于是便又走了上去 可直到他再次望向湖面的时候 妻子居然就出现在了池塘中央 你口 然而紧接着 妻子便伸出手想要男人过去 他明白这是妻子有话想要跟他说 于是便毫不犹豫地走进了池塘 然而眼看两人就要重逢 可这时男人兜里的手机却响了起来 结果等接通一听才发现 原来是自己的儿子打来的 可谁知还没等两人说几句 男人却惊奇地发现 刚刚还站在面前的妻子 居然转眼就消失不见了 他急忙想要找到对方 可谁知找着找着 他就听见脚下传来了什么声音 直到这一刻他才意识到 原来眼前的这个女人 并不是自己的妻子 男人被这一幕吓得瘫倒在地 可水里的女人似乎并不打算放过她 眼见对方离自己越来越近 男人用尽了最后的力气爬到了岸边 但好在等她再看去的时候 湖面上却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原来池塘里的水鬼 正是利用了男人对妻子的思念 这才打算将其片入水中当替死鬼 而从来以后 男人也深知人死不能复生的道理 于是便只能将对妻子的那份爱 给深深地埋藏在了心底